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活動 我是信義會的社工羅具琪姑娘 今天很開心在這裡見到大家 那今天究竟是一個什麼活動呢 其實就見到我們了 是一個正能量家長項目的猜測禮的儀式 今天這個大日子很歡迎大家來到出席 可以參與我們當中 這個計劃希望是透過不同的家長的講座 和培訓計劃去增加我們家長的一些素質 和提升管教等等 這個計劃是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天恩展露培訓中心 天恩綜合家庭綜合復活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例如全清園區課會 以及香港家庭教育學院合格的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凝聚到我們各個家長的智慧 集合大家的能量 發揮我們家庭的正能量 事不宜遲 開始今天我們的典禮儀式 程序一 歡迎主禮嘉賓 方面是來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副監督張鎮文施 繼續有 社會不利處 屯灣及遺千區 柯華及共同一組 社會職助主任同位女主 再請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主席 迪志願先生 最後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復康及社區服務總監 李梓鴻先生 謝謝各位主題嘉賓 程序二 自歡迎遲 現請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主席 迪志願先生 為我們自歡迎遲 副主任 張牧師 各位牧師 各位同屋 各位嘉賓 各位家長 大家好 雷先生 好幾义 好幾乎 我看來有很多富貴人 貴人 出門 有些復工意見給你們 首先 我們有這麼多的介紹單 請來歡迎大家 我希望 不如在一個很溫馨 很舒服 很環境之下 大家看看 怎麼做一個我們做家長的學生 我先歡迎大家 嗨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誰覺得做家長 都挺困難的 剩下他的舉手 咦 很多 我剛才看到兩個沒有舉手 我一會請他出來 你竟然有困難 你就說完 我都沒有困難 我都不敢說他 大家舉手 告訴我 為何我們會搞這個數 或者以後我們直接搞這麼多 事實上我們香港很多的財產 不論他是基層的 中產的 即使基層的這些 有很多家長都會 做小孩子都會有個樣子 有個樣子 特別是家長 我們今天不理會 就不是怪責大家 我不是大家 因為我看來 這個數個八個是怪獸 我不是指責大家的怪獸 就不如我們坐下 好好學習家長的角色 我們的子女都是同家健康 成長 第一件事情 我經常跟家長分享 我們在座有很多的牧師 我們有專業的社工 有些專業的人才 管理的人才 甚至有老師在場 這些全部的專業士 都會受過專業的訓練 才在工場裏面 發揮他的角色 我想問大家 誰受過專業家長訓練 有二十個小時 就準備給手 即使他們各外家長 是沒有受到困難的 但我想告訴大家 你們的影響力 給牧師 給社工 給老師 給專業的管理人員 是更加要貪圖的 所以我們更加有心急 多大人在做個部落 希望大家能夠參與多些 慢慢地學習了一個 做一個好的家長 做家長是一個天職 但是不是天生俠職 所以學習了一個過程 我希望在校部落 再見到大家 今天先歡迎大家 又來見到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 節快的家長 多謝大家 多謝李先生 現在我們有請 社會福利處 荃灣及維青區 策劃及恐囚小組 社會工作主任 馮慧美小姐 為我們上台支持 多謝李先生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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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 資源福斯亞迪生港 我是一個社工 都受了一個專業的培訓 都已經五年了 但是呢 我平時也是一個 和大家一樣 都是一個家長 我想說 今時今日 我都做了家長 八年後 我仍然有很多個不足 也有很多地方 需要 領域學生 今天呢 很多謝香港家庭教育 學院 所以會請我來做這個 所謂的主禮嘉賓 其實呢 對我來說 就不是一個主禮嘉賓 我都是一個學生 我都要在做家長的道徒上 很好學習 和大家一樣 我想大家也沒有聽我說話 我又沒有聽 這樣呢 我想分享一個 小小的片段 我昨天就和我女兒 七歲半請假 我說 你媽媽明天不可以陪你了 我要去 去上一個家長叫我講座 她就很高興 她就這樣問我 你上什麼 我說我去做 不做一個怪獸家長 她非常之興奮 因為呢 她發現她媽媽 我平日呢 都是一個怪獸 她怎麼會是一個怪獸呢 我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嘔嘔嘔 我覺得她媽媽 直到晚都在那裡 打口來不停的 還有就張牙不走 雖然呢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 但是我平日的角度都很現實的 所以我想我也是一個學習 還有我想我很高興 有同類型的活動 在我們區展開 因為我想香港 就是家庭教育學院 服務了香港 多一段時間 我很開心 今天來到我們石清區 也很高興 訓練會有很多家長 做同行者 去幫忙提升 或者加強我們區域團的家長 教育工作 我希望 那麽有心的家長 可以看到我們成功 為清區 或者重溫 他們的家長 都會有提升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 家庭商務理會 有個愉快的行為 多謝大家 同小姐 去到我們程序三 啟動儀式 這個啟動儀式 很需要在場所有的家長 參加者一起參與 那麽為什麽 那麽為什麽 手上 大家有無瓶光棒 我們先看看 有無瓶 這瓶光棒是很重要的 就是 進行每一個家庭的正能量 大家有無瓶正能量 現在 有 都頗好 那麽不如 把這個螢光棒 弄上去 才會 把我們的正能量 燃點器 每一個家庭 都有很多正能量 在這裏 與子同志 所以我們的家長天子 就會在你們當中 還收集這些正能量 將你們的正能量 暫時收集 就不是拿走 暫時收集 因為我們就要 集結起大家的力量 在一起 請家長 可以將這些正能量 傳到兩堂 讓我們家長天子 可以幫忙收集 因爲 這就是 我們一會兒 啟動儀式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好厲害 今天有很多家長 有些小朋友來 我想這也是一個 其實是很好的親子活動 我們去聽講座的時候 小朋友也都陪我們媽媽參與 剛才 和鄭小姐說 我們不做貴賞家長 那我們一起加油 那麽也都麻煩所有的家長天子 幫忙收集 不是很好 我都先把這棵位置都拾成了 某個 那麽 我們呢 就把它放在四個 樓上 尤子同時呢 也都邀請 我們四位的主禮嘉賓 可以上台 為我們主持這個 在這裏啟動儀式 集合了大家的正能量 怎樣可以發放呢 今天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儀式 我們邀請了四位嘉賓 可以將我們剛才收集的 每一個家庭的正能量 放到台前的透明箱裏面 有請四位可以在我們的牽字手上 接觸這些正能量下 待會大家一起數一二三之後 我們就將正能量下放到箱裏 好 一二三 好耶 這個過程很重要 就代表 我們將我們的正能量 集合大家 整個可能不是青蛆的家庭的正能量 放在一起 一個原諒愛心弘揚關外的行動 好耶 真的很多 這個正能量也是代表的 除了我們發光發亮的時候 你們每個人的一個小型光棒 集合上來 整個社區都會變得更紅牌更溫馨 我們給點掌聲好嗎 給點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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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學員 同樣在這裏 想張木師跟我們留一留步 現在可以先掌聲 先掌聲 因為你們的正能量 才可以集合推行 以下的一連處活動和啟動禮 開始去到我們的程序四驗顯 其實在今天的活動之前 我們已經招集了一群又有熱誠 又有愛心的家長 參加了一個叫蓬佩輔導員的活動 在我們剛才入籍之前 都看到一些相片 就是他們已經在嘗哄紅的情況 這一群的家長牽絲 他們就出生出力 希望在來我們一連串的活動 都可以陪同我們區區所有的家庭 成為同行者 為我們加油打氣 藉著今天這個活動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基督教香港信業會 副監督張鄭華同志 為我們一群的家庭天使 進行宣祭和猜獻儀式 也都請我們的家長天使可以起立 請張牧師進行監祭 本人以致成立願 本人以致成立願 願意盡心 願意盡心 盡力參與家長天使計劃 盡力參與家長天使計劃 成為家長的同行者 成為家長的同行者 與他們一起面對生命中的困難或極境 與他們一起面對生命中的困難或極境 成為生命有齊 成為生命有齊 發揮互助成長的功能 發揮互助成長的功能 紫實 謝謝張牧師 也請張牧師 將我們家庭天使的級章 頒發給我們天使的代表 這個級章 待會你們在場的嘉賓 可以走到我們天使去看他 有兩個很好的朋友 打著肩膀 有天使也在場 代表他們 將會成為你們的同行者 他們會在場 不算有部隊伍 就成為我們大家的義工 希望為大家打打氣 多謝張牧師 在這個時候 也請張牧師 繼續為我們做一個猜宴奇武 好 好 我們同心其武 天使上帝 我們實在獻上我們的 感謝和讚美 因為你養到 加林教育課院 你養到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服務單位 各個課會 真是看見 在傳為青區裏面 有很大的需要 這個需要是上帝 你將這個義仗 和使命擺在我們的心裏面 真是看見 我們要成為家長的友情 成為家長的同行者 以至能夠彼此同心的 我們有一個盼望 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的子女 我們的下一代 社會的同僚 能夠被建立起來 真是匆匆匆匆有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熱誠 和那種愛心 我們真是很盼望 將我們所知 所想 所能夠的 可以傳遞給我們的子女 我們的下一代 主要是求助幫助我們 讓每個機構 能夠幫助每一位的家長 能夠和他們一起去分享 沿途上面 很多的喜怒哀樂 求助幫助每一位的成員 每一位的教務 每一位的社工 每一位的同工 能夠好好地 在未來的時間 舉辦過程 互相的聆聽 互相的去交流 互相的支持 以至我們真是 願意將這個祝福 帶給每一個的家庭 每一位家長 每一位子女 我們的盼望 我們社會的新一代 求助幫助我們 我們真是有這個心願 今天我們在這裏起步 今天我們在這裏 去立一個盟勢 我們願意成為 那一位家長的同輩 同行者 求助幫助我們 給你的力量 給你的恩時 給你的愛心 匆匆匆匆的 挑递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以至我們能夠成為 在世界上 你的燈臺 成為燕 成為燕 願主幫助我們 我們將一切所想所投的 請願於主 聽我們面前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名 請領受差檢 平平安的出去 彼此傷害 服侍輪舍 發揮正能量 祝福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子女 願主賜福你們 賜你們 我祈禱 謝謝張老師 也請張老師繼續留步 各位家長 這次可以做了 先接著 因為我們有一個 致肅紀念品的認識 也請副監督 張濟華老師 可以致肅紀念品 給社會福利處 全灣及綺青區 策劃及捧囚小組 社會工作主任 同位美女士 謝謝同位美女士 多謝同位美女士 也請重新會社的主席 醫院先生 可以上台 接受我們的紀念法 謝謝 謝謝 邀請各位留步 因為今天這麼麻煩的地址 我們選完一張大合照片 首先我們邀請我們的主題嘉賓 可以上台前來拍一張照片 也請我們今天其他嘉賓 我們的牧師 可以上台 加上我們今天的主角 家長天使 來一張大合照 我和我 我想家長天使 可以站在我們的後面 我們那些 幸好我們今天的地方 很好 可以在一個很齊整的 拍一張照片 天使就站在後面 我們一些主題嘉賓 可以站在前面 團車 還有放下 放下 再放下 Workers 在那裡 進了 讓人 開到 始終 謝謝大家 給業務的呼聲各位 正式宣佈今天DN播的啟動禮和差點禮成 多謝各位嘉賓 亦可以多謝各位加上天志 可以移手移動到台海的就座 因為業主開始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今天有派發我們的門卷和貼文章 很多家長都說不做怪獸父母 這個主題很吸引 就是這個主題就上來聽 因為大家都不想做一個張牙護手的怪獸 首先我們要請介紹今天的講師 其實來頭不少也很榮幸要請兩位 首先是重心會社的主席吳之源先生 另外就是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的主席 鄭致宇先生 吳先生現在在中文大學任教教育 教育文學的碩士過程 在98年的時候 就和一些朋友組成一個重心會社 從事家庭生活互導的工作 亦有一些心靈文化的過程 亦在香港電台主持一個節目 叫做《家庭重心開始》 另外鄭致宇先生 就是前家庭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主席 一直都很鼓勵這個家長教育 希望推行大家家長的正能量 就是落到每一個家庭的社區 亦都多入曾經擔任過很多大型的講座 都和現場節目主持 事不宜遲 將以下的時間交給我們兩位的講師 而我亦都希望國家長給多一些熱烈的掌聲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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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cena 我跟家長分享的時間 我喜歡有幾遲一點的 一方面大家親切一點 二方面我每次都帶了一些禮物 但是我今天走到門口真的嚇我一跳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這麼嚴重的啟動禮 今早出門口的時間 我太太問我 今晚回來吃飯 固然一定回來 來到這麼嚴重的會 包括晚餐 但是我太太問我 今天下午去哪裡說 她說去提興千恩堂 她說有多少人 現在差不多數價尾就大約一百人左右 我又不知道她是這麼多人 又不知道是一個這麼嚴重的啟動禮 又不知道有這麼多是律師監督在場 又不知道是一個大庵花 一來走到門口也會有少少嚇一跳 但是沒有辦法了 進來後就硬著頭皮 都要出席一個這麼嚴重的建議 我真的很開心 特別剛才看到我們有家長的大使 家長的義工 又很佩服他們香港人 即是念書很厲害 因為張監督 有時候一句很長的 他們又念到 我想他們會不會他們念不到呢 其實他們真的全部都念不到 沒有什麼蝦子的場面 如果大家 你靠你的牌子念書 能夠用剛才是張監督那種的態度 一定是親自和諧 大家留意到 剛才張牧師去念的時間 雖然有時候有些快 有些慢 有些長 有些拳 但是他一直保持什麼態度 大家留意到張牧師剛才怎樣 笑笑口 他對那班學員是很有信心的 他心中一直想著他們一定會唸出來 那什麼叫做正能量呢 正能量呢 正能量呢 我差不多講完了 大家學習張弧師就可以了 正能量的意思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事常保持笑容 第二件事就是 對我們的對長 剛才就是對家長義工 對大家來說 就是對你的兒女 一定要對自己的兒女 保持信心 就是說我們家長 一定要信得過我們的孩子 其實是能夠做到的 能夠做到的 然後牧師呢 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 假設了 預設了 那班的家長義工 能夠唸得出的 但是 那你怎麼知道呢 你從他的態度去知道 他不會說 用蛇雷眼 用仇視的眼光 用懷疑的眼神 去看那班的義工 那班義工 那班義工怎麼唸到呢 一方面呢 因為他們自小 香港受教育 有研書的經驗 但是我想 更大的原因呢 因為他不一定 過過香港長大的 對嗎 有些又不是香港長大的 但是因為 是受到 張牧師的眼神 那種的鼓勵 信心 微笑 那種的肯定 那麼 能夠發揮這個正能量 就肯定不到 中間其中有一句 說 面對一些 什麼 那時候我坐在台下 我就想 會不會 家長是唸了 上句 後面那句 唸不到呢 怎麼知道又不是呢 那個是很齊的 它不是說 誰是唸了 在旁邊那個 而是差不多 十幾人 是耳口同聲 唸到出來的 這個呢 就示範了 什麼叫做 在正能量 那 拜壽家長 這個字呢 大家知不知道 它是來的 我們呢 很感謝呢 就是 我們中國的龍國 日本 日本呢 是發明這個字 在八十年代呢 日本呢 開始有一個的名詞 這個名詞呢 就叫做 就是走廊的家長 他沒有 在授這個字之前呢 才是一個叫走廊 什麼叫走廊呢 日本的學校呢 通常入到門 入到大門之後呢 有一條長長的 一條的長廊 由長廊的盡頭呢 接著是班房 接著呢 就在學校的校園 那在八十年代開始呢 就有很多的日本家長 特別是那些媽媽 那些媽媽 就無論是早上 中午 或者放學時間呢 他們呢 是留年於 集中於呢 就是這個長廊 那長廊做什麼呢 那你們會以為 說呢 他們在長廊呢 是不是想著 來送飯給兒女啊 是不是接兒女放學啊 那這個是 其中一件事呢 最大的功用呢 他們站在走廊呢 就不是見他們的兒女 而是 要去贈詢那些教師的 那會不會有家長呢 他們都很緊張 他們兒女的班主任 他們兒女呢 是受課和科目的 譬如有些是受課 他們是受日文的 有些是英文的 有些是數學的 有些是社會科的 有些是公文科的 有些是音樂科的 那那些家長呢 他們很緊張呢 那些兒女呢 有沒有受過公平的對待呢 而你拿的分數 是不是呢 是物有所值呢 而你是不是得到 老師的肯定呢 而你的成績如何呢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那些家長呢 又集中在我的走廊 當老師一下班的時間 一休息的時間呢 他就找一些教師出來呢 就是三五成團呢 來包圍他呀 執心他呀 那些東西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當然就本人呢 都很有禮貌的 那一見面的時候呢 他就是鼓勵拍到 鼓勵拍到 然後呢 那一再頂嘴呢 那就是講了自己兒女的問題 那所以第一個名詞出現呢 就叫做 走廊的家長 後來呢 就升跌了 走廊的家長都不夠了 不是嗎 甚至那些教師呢 就輪到 要去鬆自己兒女了 他們很緊張,子女出來的時間,家長就撲過去 你們的小孩一定是看過一套很出名的家中記 叫做《多拉蕾》 《多拉蕾》的主角就叫做大熊 大熊有個媽媽 大家都知道大熊的媽媽都很緊張 大熊的媽媽其實很代表到一種是家長的形態 很詳細的,很多話說的 每件事都是廣廣重負面 其實《多拉蕾》的媽媽都挺可愛的 我喜歡尊端化一點,醜化一點 其實她就很緊張 所以大熊一看到她媽媽就要躲起來了 要走了,去找《多拉蕾》出來 找些髮髮圖、找些什麼 能夠同避媽媽那個 那種殘暴的面孔 那種殘暴的面孔 這個開始有《怪獸圖寶》 後來日本再發言一個字 就真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叫《怪獸圖寶》 《怪獸圖寶》代表了以下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怪獸》是什麼呢? 《怪獸》呢 先從外表來看 《怪獸》的樣子是不怕的 很可怕的 那大家做爸爸媽媽 如果你在家裡 我就不鼓勵大家有這件事 不過我當作說笑 就不是這件事 如果你家裡裝了一部攝錄機 你千萬不要聽我說 聽我說 那攝錄機就不是去拍攝 你不是在家裡的時間發生什麼事 更加不是說 所以說要去追蹤家裡的殷容、菲蓉 他們的各個情況 這攝錄機就是影響你 每晚回到家裡 是跟兒女相處的邊緣的 我當你家裡有好攝錄機 我朋友到了一晚 當兒女上床睡覺 你回到自己的房間 就開出來看看 我想很多家長 都會嚇到自己是無定口愛的 因為你會留意到 自己為什麼 剛才是這麼醜樣 自己這種事 為什麼是這麼難聽 自己為什麼 臉容是這麼扭曲 整個RU 整個班秀 這就是一樣 我們的樣子 很害怕 但兒女 原來每天回來 往往看到一個面容扭曲 很可怕的媽媽、爸爸 或者說 媽媽、爸爸 兩個人 時常拜交 因為為了兒女的功課 為了兒女的繩子表 為了兒女的手持 父母是一樣的 第一件事 就是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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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 特徵 不僅是外貌 大家想想 外貌 是外貌 外貌 外貌 就是神出鬼滑 是外貌 突然間 它飛出來了 突然間 這樣 那些動作 是很快的 很極端的 那些動作 大家想想 如果這個攝錄機 繼續攝錄機 你留意一下 自己的樣子 都是不害怕的 那些動作 動靜 都真是很快受獄 人家扔到一股彈器 突然間 想爬上去 想打人 突然間 一班 想爬上去 突然間 整個 好像裝爛爛 那樣 整個 都好像嵌頭埋牆 神出鬼滑的家 這個小孩 做了功課 突然間 黑影後面出現 突然間 你又喜歡他 突然間 你又看到 原來這麼恐怖 神出鬼滑 一個怪獸 一個怪獸 最後一樣 怪獸 除了 免容扭曲 醜樣 得人害怕 加上神出鬼滑 加上拜獸 另外一件事 拜獸的聲音 很恐怖 會發出 尖叫 怒哭 發瘡 發瘡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的兒女 在家裡 如果你說 能感受到 爸爸媽媽 有些時間 要拜獸神出鬼滑 閃來閃去 突然間 炮又出現 突然間 休息的時間 媽媽又衝進去教員室 跟你的班人 質詢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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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 突然說話 就高八度 突然說話 就瘋了 突然間 表無容置 好像是精神病 發作 其實小孩子的 弱小心靈 其實都挺可怕的 挺怕的 這是日本 八十年代 突然一隻 就叫做 怪獸父母 但就由 走廊的父母 就升級了 就是拜獸父母 在歐美國家 另外一個名字 他們又不是叫走廊 又不是叫 怪獸 他們的名字是斯文些 叫做 直升級父母 直升級父母 是怎樣的 大家都知道 直升級 有時常可以盤船 在一個船盤船 歐美國家 有些少陰謀 直升級父母 代表什麼呢 代表父母 其實跟多拉A 母母 裡面有個人 或有班 時事地 要捉青蝶 知不知道 多拉A母母 就捉青蝶 直升級父母 時常在一個 孩子的妝頂 都不會。 也會這麼遠 在一個船頂 漱漱灰 Ent 直升級聲音 就這樣 還有 擺音… 這個直升級 時常在孩子的床頂埔船 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然後發出噪音 在那裡一入入我夜我 黑漆我白漆我 陷你進去 那你們女兒都幾可怕 都幾得人害怕 感覺到 這些父母應該經常有這麼多人呢? 那大家來想想 其他大具原因 是什麼原因呢?背後 為什麼失出疲悶 為什麼是情緒失控 為什麼是羽毛倫次 為什麼呢?就是要嗡嗡作響 其實背後也沒有原因 那大家想想其他原因 說出來又是一字那麼像 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兒女 是沒有信心 我們對我們的兒女是不肯放心 我們是當了一些兒女 一定是不行的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你說剛才張紅仙 他拿著那個誓詞 他遇到這群人 一群人大人大者 想著你都不懂得行的 要不就張紅仙一就讀到很低邊 每句兩個字就連一齊 噁門 今次噁門 金天 金天 再者女 再者女 哇 本來很低邊 我想那群義工的心都不受 那些當好低邊 或者說呢 用骨照的眼神 用懷疑的眼光 用清潮的語氣 那些家長義工呢 當時那刻就倒頭走 哎 不可以做了 做義工 但是幸好他對他 那牧師呢 其實對他有信心 那第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家長呢 那些社會有任何怪獸 也沒有直升機 也沒有一個原因 也很簡單 因為我們信不過自己的兒女 但是有幾多人呢 是信得過自己的兒女的 那幾手啊 你說 你覺得自己的兒女呢 哎呦 哇 都在這裡 你做主任嘛 你做主任嘛 你做主任哪些不信 都不是的 其實很多主任都不信 這位主任非常好 很多人都有 那這邊有沒有 有人信得過自己的兒女 哎呦 非常好 那這樣 但好像也不夠少 是吧 比較少 那有一家長的心就想 不是說不想信啊 那你們一定會這樣想 是吧 你的內心一定跟我有些考慮 我不是不想信 那你說的道理都騙聽 但是他信不過嘛 那拿出證據來 如果你要信啊 你就要點點點點點 那你這樣就這樣 那我就相信你了 那現在你還不行嘛 那早上叫你睡醒 你又好像沒有睡醒 叫你呢 我打機 你就偏偏打機 叫你呢 就這樣 你又改樣 那船車拿回來呢 又是呢 就是這樣先 那叫我怎麼信呢 那你心裡這樣想 那就是 因為你們做不到 做不到 那我就信你不過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又犯了一個 裸緝的謀動 那些人呢 很奇怪啊 你越不信他呢 他呢 就越做不到你的標準 那些人呢 又很奇怪 正如剛才呢 跟我們那些花上義工一樣 如果他們感覺到 這個是監世的人 對他沒有信心呢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驗不了了 驗到與無無恥 就是人的能力呢 其實呢 是你跟他相處的對象 對他的信心呢 是成正己的 人呢 越是感覺到呢 他被相信呢 他的能量呢 就會做出來的 他越是感覺到呢 人家不信他呢 他越是做不到的 很奇怪啊 所以那些小孩子呢 為什麼你說呢 他這樣做不到 那樣做不到呢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他們自小 或者自從入學之後 其實很小的時候 就不會這樣 是吧 自從入學之後呢 他們呢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呢 是感受不到 爸爸媽媽對他的信心 相反 他只是感受到 爸爸媽媽呢 是對他的不信任 是吧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那他真的不行 給你看 因為女朋友說他不行 所以 所以 第一件事 我們如果要做敗獸家長呢 我們要做敗獸家長呢 要超出出來 第一件學習呢 就是 要對孩子 有信心 要對孩子 他說少少 一個生物學的一個原因 讓他留意 大家不說 你女兒看這個飯 夢想夢想的 低低地 他說我們很多個名詞 是吧 蠢的死蠢 有些家長也很陰毒 他說這些說話 他的心呢 就不是這麼想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衝口而出 我兒子 我兒子 就是死蠢的 其實呢 這個是很大很大的誤解 你和生物學而言 大家知道呢 我們的元女呢 每一個人呢 是由父母的父母的精子 加上呢 是母親的女子 是吧 是一個結合生出來的嘛 是吧 就算你說 這不是一個人工授孕呢 五十天 他呢 是精子加兩子的 他不是說 突然有一件事爆出來的嘛 那大家知不知道呢 在授精的過程之中呢 能夠呢 去到兩子的那顆精子 它呢 排除萬法 發威無主席 當日的精神 排除萬法 不怕犧牲爭取勝利 就是呢 從千萬隻的精子之中 他由第一 好像杜凱冰那樣 第一個呢 從千山嶼去到中環 跳上去的那個 現在呢 你回去看看你的小孩 你看看你的小孩 你看看他的樣子呢 都不太快 一批東西 其實你看他很大的 其實他就是什麼呢 他就是那位呢 很多年前 譬如他十二歲 他就是十二年齡 十個月之前 在人生的 在你的胚胎 他呢 經過杜凱冰的 很強的競爭 他呢 是贏過其他呢 是說呢 是數以千粒的精子 他呢 是由到彼岸 去到你那裡 就是那個了 就是這個 還有啊 大家都知道呢 在精倫撇合 那個懷孕的過程呢 其實呢 是有千萬個的原因 呢 的可能性呢 他是自然流產了 沒有計算的呢 真的呢 是小產 那些叫自然流產 就是你簡直呢 那個人本年 自己懷孕都不知道呢 他自然呢 就流產了 很多原因 但是他 現在這個少女 他又不是啊 那流產又和他不去啊 或者你說 哎呀不是啊 當年呢 過去的時間都很辛苦 醫生呢 又叫我呢 很久了 現在的年代苦女呢 很多是經驗 因為現在很大的壓力 那樣東西 好了 大家知不知道呢 Bankless 就是叫我臥床呢 其實不是有煩惡 其實我臥床呢 就是你那個的孩子 隨時有小產的可能 小產的機會很高呢 醫生才叫你臥床 那你臥床了 那你臥床了 他又不小產了 那就是說 其實你這個小孩很厲害的 他又呢 在精倫的結合 至懷孕那十個月的過程 那種種的原因呢 他都呢 所謂叫做呢 是丟截不到 而生了出來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生的過程 生的過程呢 那分鐘就意外了 自然的分辨 有自然分辨的危險 在前帶挑著呢 有呢 有呢 就是出不到呢 有呢 就心臟衰養呢 有很多可能性 一千年 用人工分辨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但他又衝破了很多樣東西 所以大家今晚你回家 一進門口 見到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希望大家呢 就先呢 就 用回我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先去認定你的兒子呢 就是上天給你是 最大的一份禮物 這份禮物呢 也都是經過他自己的 很大的努力 他就是經過那個 漫長的杜海榮呢 在你的子宮裡面那個 那個的杜海榮的大賽 他呢 是排中椅 突圍而出的那個 結果呢 在你的補谷之中 有十個月的艱苦很多的原因 流產 他流產不到 小產不到 腰節不到 然後呢 你問他是不是低一點呢 他說 如果他低一點呢 他出不到 他說不是 他現在是蠢蠢的 這個是你後天的問題 是不是 他生了 還有 你再想想 你說呢 他現在很冷啊 你再想想 出生頭一兩三年 你回憶一下 你第一次帶他去坐小巴 我想你呢 很多家長 二年代香港家長的 皮姓呢 你是非常嫌 他都很麻煩 因為第一次不會坐小巴 他從頭廣到尾 你回憶一下 我記得我第一次帶我兩個兒子 他很悶 當時他們大約三四五歲左右 那一落到小蠅船呢 兩兄弟搶著問 爸爸 為什麼我們這些是黑色 他沒有觀察力那麼厲害呢 我都沒有介紹我 我有沒有這些是什麼 他已經留意到 我有沒有這些是什麼 我第一次坐飛機 那時候呢 我先去巴拿西亞 有一些人在帝背 我帶著他 那我叫我太太 帶兩個兒子呢 我們接會完了 他們就飛過來 在吉良坡 我們玩幾天 我一去接機的時候 我老婆就說 你又開心了 我說我都很開心 看到你們來 她說 剛剛 我在飛機做了四個小時 我真的睡都睡不到 我為什麼 他說你兩個妹妹仔 一上飛機由頭 由頭回到尾 為什麼 小姐好奇 你說你現在對什麼 沒有興趣 這個人是你自己 檢討問的 為什麼他沒有興趣 他小時候 什麼東西有興趣 你現在呢 我怕你呢 我怕你呢 就怕你做不動 你說你檢討一下 那他一二三歲的時間 除非他發燒 發到104度 除非他發到102度 他都是到處跳的 但他試過你帶孩子去看醫生 進到後診室 所有的醫科的診所裡面 都有一些故具 有些什麼 除非你的孩子 真的發到104度 口真的話 他一進去 他真的衝上去那些東西 就玩了 那他打到父母要看著他 你一看病 你不要在那裡玩了 那當時就落了 為什麼孩子是這樣 第一次帶他去公園 九龍公園 看到那些藤料 他玩了一個物 大家看到草地 他又在地下 到處跑 到處跳 給他一個球 他之後 就被你打爛了 就是說他又好奇 多東西問 很多東西的興趣 還有手腳是不平過 每樣東西是很活躍 這就是人的正常 孩子就是這樣 你的孩子也是這樣 但今天我們對孩子 沒有大的誤會 我們覺得他們是認真學懶 什麼都沒有興趣 時常去打遊戲 讀書也沒有興趣 求肢育又好 又不喜歡運動 一天趴在那裡 我們今天就要問 究竟是什麼原因 什麼的前景 什麼的情況 令到我們的小孩子 暫時而已 暫時而已 我們有方法 暫時變成這樣 這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它的原因是 出你孩子身上 還是它的原因 更多是出你父母的身上 是否因為我們學得他多過頭 當他在小巴問的時候 他問他為什麼 這個人是小孩子 他的小孩子 你想想想很可愛 我有一次人 和小巴 那小朋友真的很可愛 因為他說話 有些口輕 有些扭口 但是他又很可愛 他一觀察到 他就問到爸爸 為什麼這個人上來 他不捨租呢 這個人是有錢的 他觀察到 爸爸一天他不租 爸爸說 你不要理人 有很多小孩子 大腹那麼弱 很難出聲 就是因為大人 是打殘了他的頭分 那個頭肢肉 大人說 不要煩了 再煩這些之後 不行 小巴了 再煩你慢去 不要這樣 他們就搞到小孩子 因為沒有了興趣 好了 香港父母又掌握了頭 但是她的公園 又不讓她還錢 我們香港政府 很多事情都做得好的 但是有些 就比較長期一點 時常過分 就是算驗 香港又有什麼 燈格熱 又有什麼 紅螞蟻 搞到父母 經工資料 一到公園 你不要跑 就怕你燈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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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呢 是嘔嘔嘔嘔 他就長大 不是那麼容易燈格熱 他就是幾元 一針兩針 就已經 立刻有百分之一元 百分之一元 百分之一元 你針到 就好像中六合彩 有什麼大機會 大家都很難做到六合彩 那一星期 都容易被百分之一元 都會增加到 我們要放開心懷 帶多些孩子 所以我以下說 就是要扭轉這個怪獸父母 這個情況 第一件事 我們要對孩子 要回復信心 我們有些話 一定不可以跟孩子說 任何情況都不可以說 那你說了怎樣 我都會教你 是吧 不可以說 第一件事 不可以說他死蠢 這要說話 大家要 如果從開始 不說死蠢 你從開始 說一下 不說死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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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可以說 死蠢 就一定不能說 好多用 好用 好用啊 你 但又不能說 你為什麼不能說 好用啊 大家知道我們不可以說謊 對不對 那些死蠢 沒有鬼用 這些就是謊 因為它不是事實 事實上 我們的小孩子 從來都不是死蠢 他們不知道多精明 他們從來都是有用的 從來都不是沒有鬼用 從來都不是好用的 所以這些就不是 那你說又不是 有時候 是衝動衝口而出 都情有可願 不重要 你講完之後 立刻記住了今天我講 一抱著你的小孩 就不會道歉 所以 剛才媽媽呢 剛才爸爸呢 因為太過緊張 我講了一句 很錯的說話 我說你死蠢 對不起 這句說話呢 是錯的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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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他道歉 這句說話 說錯了 什麼死蠢 沒有鬼用 什麼生日叉燒 這些是上一代 現在的生日代 都說這些 可能是買個蜂蜢 好過我買你 對不對 以前我們媽媽那代 那什麼生日叉燒 好過生意 好過生意 這些就不好 那第一件事 不是很多的 你年輕人很大 十八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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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多些了 OK 清雜中央 是十歲八歲之前的 那些 如果我們不做這個怪獸父母 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有些說話 態度 第二方面 其實我們要幫一些 跟孩子在一起的生活 這個很重要 你每晚 回家 第一件事 先跟孩子 是有十分八分鐘 要親子 開心的時間 這個很重要 功課重要 但是功課 也不是唯一 更加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一會兒會講一點 關於孩子心理發展的一些 常識給大家聽一下 一會兒會講一點 所以我們 特別是孩子小學階段 我們沒有把所有的能量 掛心 焦慮 放殺在功課上 我們要先建立 和孩子一個良好的發展 讓他有信心 這個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做爸爸媽媽 大家知不知道 孩子在家 他等你放工 其實他都等得很高級 特別現在的小孩 就是一個戲兩個子 不一樣 不如我家 和兄弟姊妹 爸爸媽媽 晚上回來 我們很快樂 大家玩 他們打完腳 一台都不夠 房子 家人沒有打完腳 他們打了一波 然後離開他們 打 很多東西玩 現在不同了 小孩一個半個 他們回家 真的很想 爹地媽媽媽做這班 但是爹地媽媽媽 一開門進來 全國亞洲的父母 都會說這句話 台灣也是 新加坡也是 馬來西亞也是 我們中國大陸 也是 因為我到處去演講 我和他用國語講 我和他言語講 都是這句話 第一句話就是 你做完功課了沒有 就是 所以我這麼大陣仗 就功課 你說 你做什麼不重要嗎 不重要 不過留下 第五句話 第五句話 第五句話也要說 第一句話是 第一句話 先學日本卡通片的媽媽 她媽媽 就是傳聞 我不知道 我也是看卡通片 看回來 一進去 就說 我回來了 第一句話 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 然後就衝進他們的眼睛 不是 黑黑的功課 去檢查 他回來了 看手冊 那些醫生巡邦 就去看牌板 你不要這樣 裡面再做 有些做醫護人 有些 沒有職業病 一回來就看牌板 一回來就是 看看這個兒子的雷射 我回來了 然後衝進去 就抱抱他 一個紅袍 抱抱他 然後 對 因為你的心很抱抱他 他整天 一定有 你現在說的是事實 事實就是 你整天在上班的時候 都是霸霸幾圈 是吧 所以回家後 你不如霸霸你 然後他就說 你不如見到你 真是開心 他不開心 他又不開心 然後他就說 今天有甚麼開心的東西 剛才 有沒有聖眼查點 今天學校有甚麼有趣的東西 爸爸媽媽 先抱抱你 先跟你聊聊天 然後如果他在四五六歲 你就可以放在失敗波上面 是吧 抱抱他 然後咀嚼他 然後跟他聊聊天 好了 去到 聊到第五、第六句 這樣也要的 是吧 免俗 這樣也要 把你掃一下 掃一下 他在桌面的功課 是吧 他掃到 今天先生 是叫他寫十個三字 他又寫了三項 寫了三項 還有七項是未寫的 很多家長 就說 我剛才聽吳先生說 我都做了剛才幾件事 為甚麼見到他做了三項 他就扯過了 大家千萬不要扯過 我們先集中 就是千萬部主席 公播也有三七胎 我們去看看 那些小朋友 也有三七胎 做了三養 我們先集中 優點 哇 很厲害 他做了三項 他做了三項 一年媽媽真的疼你了 做三項 待會還有時間 爸爸媽媽跟你聊聊天 喝杯水 現在還沒吃飯 繼續做了三項 吃完飯之後 就做了六項 還有四項 吃完飯之後 就再做了 你給他一點要求 加了一句說話 你說 爸爸媽媽信得過 你一定會做了 一個小朋友 他感覺到爸爸媽媽給他的肯定 這個很重要 你中了 那些三項中了 做了幾好 不錯 那些帽子是很難的 他做的帽子 他寫了一些字 是出格的 他知道香港的功課 那些帽子 那些帽子很小 所以他寫出格 這個很正常 不是他寫的帽子 不是他寫的帽子 而香港的帽子 那些帽子 那些帽子是太小 但是帽子很大 那些帽子很高 因為帽子又貴了 所以這個很難 所以你要體諒 而以我們的眼淚 他的小手這麼小 肌肉繁展 他還能夠寫到很小的字 所以我們就鼓勵 就去做 這個溫馨的時間 很希望我們每個家長 一定是保留這件事 五、六歲之前 和他放在石頭哥裡 和他講故事 我一會兒就用書 介紹 就是講故事的技巧 怎樣講故事 講故事 大家就不要 互信那些商人的殘業 商人時常叫你 就去買那些CD 什麼東西呢 DVD 過夜給那些女孩看 這個我就很反對 反正不是 你買了很多 不要緊 你捐出來 是給這個香港家庭教育學院 他一定有些用途 一定有些用途 那些人就捐出來 那你就改變 就自己講 為什麼要自己講呢 因為對孩子來說 就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聲音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聲音 對孩子來說 又要給大家 又要從生物學的角度 最好聽的聲音 就是媽媽的聲音 我剛才說過 那些小孩子 從胃胎開始 至到 在子宮裡面懷孕 在胎間裡面 他有十個語 在他沒有意識的狀態 已經聽過媽媽的聲音 所以媽媽的聲音 對一個人來說 是全世界最沉默的聲音 這個是事實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跟 建立好的親戚關係 一定要用沉默的聲音 多一點跟孩子說話 那孩子一聽的時候 他潛意識 他很嚮往的聲音 因為他以前 他沒吃過就不是 他是聽這些聲音 就是聽了十個月 是吧 那他以前 哭的時間 一生下來 肚餓 濕片 哭的時間 一聽你媽媽的聲音 然後他又不怕 所以他又是指哭的功效 對嗎 那媽媽呢 用你的說法 那孩子呢 用你的聲音 跟他講故事 是最好的 那你說要做爸爸 就不用說的 那又不是 就是錯了 因為呢 他這十個月 他都透過爸爸的肚子 他都聽見爸爸的聲音 所以爸爸的聲音 也變得很親切 加上他出生之後 他就很小時候 已經有爸爸在他了 所以爸爸的聲音 又好聽 第一 那以後 我從你們家庭教育外面 我從水自戰 可以講一課 叫做 是父母講故事的技巧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兩個孩子呢 那一大的 二十一歲 小的十九歲 暫時 我又不敢說 很驕傲 暫時到現在 他跟我的關係 和媽媽的關係 是非常 今早 我的大兒子 他過了澳洲公書 那天晚上 就一定會打電話回來的 他晚一點 我們打過去 他剛剛說 洗澡 他電話講得 他一定會把電話回來 因為他很想聽 爸爸媽媽 每個星期 今晚 明晚 他就繼續討論 這個八一八 英國大學的事 他已經預告了 在E-mail那裡 因為他上網 看了那些事情 明天就繼續討論 一天是唐司長 講到說話的 一個謀言的問題 他每次 他設定一個題目 跟爸爸講 很過癮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們跟他聊天 晚上吃完飯 剛才跟他玩 玩鬥氣 不保養 然後眼尾 查了公報 然後就鼓勵他 然後又跟他玩 五、六歲之前 多些跟他玩 很多家長就說 這些兒女經常打電話 經常不喜歡 我們要怎麼去 預防勝於治療 到他迷上了打機 你去戒 真的會覺得 那麼辛苦 都不是說不行 不過真的比較辛苦 我們要預防 之前聽到他 不只是過分忠誠於打機 那有甚麼秘訣 那秘訣很簡單 他真是忠誠於你 他喜歡爸爸媽媽就可以了 媽媽媽好玩 那麼我們就要做 第一 我們要做拜壽徒母 我們就要做好玩的徒母 好玩的徒母 就是說兒女是玩得下的 又不是經常打的 又經常跟他扯火 跟他玩一下 跟他笑一下 跟他唱一下歌 就說走音 走音呢 他都聽到你走音 他一旦走音 他就覺得很陌生 聽到你走音的聲音 跟你一起玩 那麼多點去哪裏 他去戶外的地方 跟他打球 游泳 踩單車 踢足球 打飛球球 每樣東西 當孩子喜歡那些東西 不等著他不打機 但是打機 會成為他的口獎 打落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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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